翻開的顏色比較深代表它水分比較多 一鏟接著一鏟 日頭下的金黃稻穀 正隨著陳建凱的耙子 起身了又落下 你看我耙下去它的聲音是很沉重的 它這個還沒有很清爽的聲音 不僅看色澤也要聽聲音 這種傳統技法的日曬稻穀 越爬顆粒越發精亮 越爬鼓勵越是輕盈 如此工序必須重複個三到四天 老天要是下雨了又得多上個幾天 爬到了滿頭大汗也才七八百公斤的量 那靠著機器烘乾就是五六頓起跳 而且只要一天多就能完工 所以那一鏟一鏟的日曬米 看起來還真是有一種犯傻的感覺 以前我看阿公他們都會自己留 要吃自己家裡要用的伙食的飯 他們是自己日曬的 他們要賣給米商的是用烘乾的 我們吃覺得它就是多了一個熱情 多了一個立陶味 吃起來那個口感比較香Q 所以我就很懷念這個味道 原來這個傻鏡是對兒時回憶的念想 重複單調的動作看起來並不難 但其實很講究手感 其實你在爬起來的耐沙 其實你是有一個類似頓一下的 讓道指去翻動比較大 讓它可以完整翻面 今天在鏡頭前翻的量 大概七八百公斤 相當耗費體力 也讓健凱的腰和手總是有痠痛問題 但為了日曬獨有的風味 依舊堅持下去 而除了身體上的疼痛 更讓它苦惱的是 要看老天臉色 像我們這一季就遇到颱風 那結果颱風下來又淋到雨 淋到雨淋兩三天 淋到整個空地都撕起來 我又把它弄到這個袋子裡面 結果它發芽了 發芽的稻谷只能夠報廢 也讓所有的努力跟著白費 外人看來吃力不討好 但他說這種傻鏡的堅持 正是他返鄉務農 截下爺爺農地的初衷 來到建凱的農地 不時就有在地老農路過 停下來關心一下 他今年的收成狀況 算是我們這邊種面積最大了 他以前我剛開始種 他也是覺得我種得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呢 因為建凱種的是有機米 頭幾年田裡頭幾乎都是雜草 那麼收成狀況呢 一分第三百坪只收了一百臺金 但冠型農法一收就是一千八百臺金 讓不少人都把它當作笑話 而這種慘不忍睹的情形 很快就在地方上傳了開來 當然也傳到了阿公的耳裏 我阿公就覺得說 為什麼田梗這麼多草 它不容許田裡面有一根草 它就是要很乾淨 但是我們種有機 當然我們也想說把它拔乾淨 但是因為草真的沒有使用 這個慣性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真的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我阿公有七年 他有六七年真的都不理我 長輩的不諒解和收成欠家 雖然心裡頭難過 卻沒有退卻 因為回鄉務農 就是為了就近照顧 忽然重病倒下的父親 而在陪病的過程 建凱也想著 該如何讓父親吃得健康 既然我們大家都在外面工作 工作到後面為了家庭 身體又不好 我想說那我就一定回來種米 之後想說把米種到比較健康 比較友善的 我媽媽就固定每天 我們種的米就給它吃粥 吃飯 其實她一路這樣反而 我覺得她吃了 反而身體的一些指數都變好了 飲食也比較正常 這種種好米吃好米的想法 說得容易做起來卻格外艱辛 整整好幾年時間都沒有穩定的收入 而當時除了照顧父親 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積蓄幾乎耗盡 最後連太太的存款也跟著堅定 我真的 我就是每一次下去插秧跟座 都需要一筆錢 我一筆錢可能都是一二十萬 還是三四十萬 但是我老婆真的 把她的積蓄都借給我了 借到她真的最後一次跟我說 建凱這個是可能我最後一次資助你 因為我是上班族 我們有辦法常常供應你這麼六位數的金額 不知道是不是太太的最後通牒起了作用 本來建凱想著自己是否不該回鄉務農 乾脆回去上班算了 結果那回收成竟然收支打平 甚至還和當地的大型醫院簽下契作合約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就是她讓我學會怎麼跟一個大的企業去做這個米 怎麼把大量的米可以按照這個時間去把它做好 我們怎麼去做這個大面積 我本身去把這有機的一個小區變成一個圓區的時候 怎麼去管理 有了第一張合約之後 也打開更多通路 口碑逐漸傳開 更屢屢奪下了稻米競賽的肯定 也讓耕種面積從原本0.5公頃 到現在已經有50到60公頃 產量也從原本8000台金增加到了55萬台金 但為了不讓自家有機米 在尾外粘米時被其他稻米混雜 所以劍凱默默想著 有一天他要來建設自己的粘米場 而這個心願總算在今年達成 卻成了有心人士攻擊的談資 說他靠的都是家裡的資產 其實很多人是看到中後面我們有蓋工廠 蓋工廠也是要錢 第一個就是我們其實資金很缺乏 到現在我們都所謂的就是富二代 大家其實看我這樣講 因為我比較樂天喜 你看不出來我身上其實都沒有 一百塊也沒有 也難怪外人看不出他所承受的壓力 因為一路陪著丈夫打拼的文儀 也是從生活細節才觀察到丈夫的不安 其實有時候明明就是我們很累 但是她躺在床上就是反覆地輪轉 她就是睡不著 因為她要做事情太多了 然後就一直想一直想 腦袋沒辦法休息 把丈夫的情緒看在眼裡 也怕她累壞了 文儀辭掉了工作一起打拼 而過去在鞋場擔任業務的她 處理起泥場的訂單 自然是得心應手的 也讓建凱有更多心力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把把稻穀放在鐵架上 這是從日本觀摩學來的 稻掛曬骨 保留了稻桿 所以就算碰到下雨 也不會影響品質 更能夠留住水分 不怕 下小雨都不怕 一把把稻穗 輕輕擺盪 艷陽下金黃耀眼 甚至還有著淡淡稻香 這種日曬工法 更加費時費力 大概要14天才能夠完工 如果是空包蛋的話 就是自然會被 會因為日曬而淘汰掉 所以我們基本上應該 曬乾完之後應該 還會有差不多八成左右的 好的稻穀在上面 原本只是一個實驗性的嘗試 起初還用竹子去搭建 一個簡易的棚架 沒想到做出來的米 因為保水渡垢幾乎沒有動裂狀況 每一顆特別的經營飽滿 在市場上獲得很好的回笑 所以我們去年 也自己創造我自己的記錄 就是說既然在拍賣 有人在這個店上去團購拍賣 一包米創造這個 一包可以279塊 對我來講 我本來賣一包米 可能就100多塊 賣到200多 其實對我們是一個 非常大的鼓勵 有魚類 有黑字院嗎 有 現在每週五 建凱都會到幼稚園 推行食農教育 因為他知道 對於農作的講究 不能夠只停留在他的世界 更需要的是扎根推廣 和校方合作了一小塊有機田 讓孩子們從做中學 好 非常好 換誰 換誰來 澆水了 一整個學期下來 從插秧到灌溉 再到結歲 雖然稻穀幾乎被鳥兒吃光了 但孩子們還是好開心 我早上有看到小青蛙 你們幫我找小青蛙好不好 一聲令下 大家就忙著找青蛙 更急在一起觀察生態 有些孩子們家裡頭也在務農的 卻未必有機會好好認識農地 很神奇的我們就看到孩子 每次老師帶他們去巡田 觀察他們的農作物的時候 就近乎深連連 他們就會很開心地說 老師 那個稻米寶寶出現了 他結歲了 然後老師有長角蜘蛛來了 再絲 再絲 這個水稻葉子慢慢地把它剝出來 一株株稻穗也能夠成為手作素材 在學期的尾聲 孩子們要做出 傳統上具有進化意義的柱蓮繩 邊搓邊捲 小小的手細心綑綁著 小小的食農種子正在發芽著 透過手作柱蓮繩 農作有其他的價值 除了能夠當作傳統裝飾 也有孩子們戴在頭上成了桂冠 但能夠這麼無後顧之憂地接觸稻穀 是因為有機栽種 少了農藥 也少了化學物質 更傳遞著認識好東西的精神 我們如果從我們這個時候去種 這個有機 讓他們多一個選擇去吃好的東西 那這個土地相對也會比較乾淨 比較有可能到我們下一代 他來這片土地 他還可以好好的去種植這個有機 大家問真的有比較好吃嗎 真的還好吃很多 這就是我的動力 我想要繼續去做 讓更多人可以去吃到 這個更好吃的米 從被淋漓笑話的農業小白 到屢受肯定的有機米達人 這一路有挫折 也有不少批評 但建凱始終抱持著吃好米的初衷 現在的他不再自我懷疑 而是堅定前行 這個不再有問題 意外國人會很想冷 我會請你一來 這會不停的 我會請你一來 你一來 你一來